《德令哈》是一首敬美而婉约的诗 1988年届世 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 这类现代科技与自然完美交融 这类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 生机勃勃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德令哈市市长崔小波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座改革开放中崛起的高原星辰 八百里汉海戈壁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德令哈市 初识德令哈走经大家印象是因为海资的那首日记诗作中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孤独与温情 正是因为这首诗作的传扬 德令哈这座玲珑的小城 从默默无闻开始为人所知 更给城市蒙上了诗的气息 如今的德令哈路旁树木整齐 街道干净 建筑错落有致 则一个阳光甚好的午后 与城中走走 抬眼间您会发现 入眼的不只有灵动的山水美眷 还有处处透露着宜居浪漫的乐活画面 流经于室内的八音河 河水葱葱 清澈见底 河唱 水清 暗泪 游人休憩 娱乐设施 随处可见 漫步河边 静看音乐喷泉 风拂肃烧 远跳摩天龙 微微山里 不远不近 海资诗歌成列馆 就静静地坐落在八音河畔 馆内 灯光静谧温暖 设施摆放 错落有致 馆外 海资诗歌悲铃 各具特色 颜色 高矮 厚薄不一 德令哈正如海资 复杂的诗歌世界一样 诗情丰富 浪漫多样 从前的德令哈 满眼是黑夜的孤独 隔壁它的荒芜 而如今的德令哈 处处呈现出山清水秀 满目结律的新景象 这里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还自然与安宁和谐 百素山是德令哈市的天然屏障 它像一位彪悍魁伟的壮士 守护着身旁这颗高原明珠 与这里的人们 冯链沟壑 碧草如荫 山毛丘陵 是一处景色迷人的旅游佳境 向南行几十公里外的情人湖 托苏湖 与克鲁克湖 两个美类甜静的湖泊 一南一北 一大一小 一咸一淡 广袤的湖面 清澈的湖水 它们就像是两面 一一闪亮的巨大宝镜 镶嵌在浩瀚的戈壁 茫茫的草原之间 威风俯过 湖边的芦苇 随风摇曳 湖面泛起涟淹 水鸟浮在水面 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德令哈地处青海省中部 是类史上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古枪属地 雪山牧场 全市共有汉 蒙古 扎 茴等26个民族 多年来 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农肯文化 打造了国家级克鲁克农肯文化风情小镇 充分感谢了建国初期 知青和知鞭的农肯人 在极其皆苦的条件下 自力更生 皆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德令哈多民族聚居 多文化交汇 多年来 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团结奋斗 繁荣发展 近年来 德令哈市利用天然的光热能源优势 将发展的目光 紧盯在新能源产业上 努力成长为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光热产业 极具区 在德令哈光伏光热产业园 开阔的隔壁摊上 摆开一望无际的太阳能产业阵容 一块块光伏板 整齐罗裂 敞开胸怀 迎接着万里晴空中 无遮无碍的太阳光束 将无尽的光能 转变成电能 成为循环经济建设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长阳在青海清洁能源 利用展示馆 了解太阳能的应用发展内程 以及太阳能发电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德令哈能源转型 已经从风声随起 走向风光无限 目前我们还形成了 也解化工 美系 累系新材料 装备制造 高原有机生物制造 等特色产业 如今 德令哈市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 聚焦一有两高战略 始至创新 砥砺前行 着力打造低成本创业之城 高品质生活之城 加快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高原瑞州城市 朋友们 欢迎您来德令哈 在这里 您可以看到古老与现代的对话 在这里 您可以见到 落日余晖与满天星辰的交错 来这里 您一定会不许此行 我是隋晓波 我在德令哈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